你好,歡迎收聽大觀演繹,我是David 今天預告,今天要講講John King of England 這個約翰王 他還有一個綽號叫失地王或者無地王,John the Legland 跟著當然跟他最相關的就是Mannacarta大憲章 今天會先講講John 到底他為什麼會在 那麼多人,市家的心目中幾乎是最差的英國國王呢 跟著大憲章又是怎樣鬥了出來 大憲章的獨特之處,他跟我幾集前說的自由憲章有什麼分別呢 他為什麼會被英國人奉為 等於是憲章之恥呢 雖然後面有400多年都不算得想憲章 真真正正要到 王室閑君主立憲 已經是1688、1689年光榮革命的時候 跟1215年相差400多年 那400多年 為什麼英國人依然會很refer to Mannacarta呢 還有 去到底就是 這個跟了解 英國的底層邏輯 基礎因素有什麼關係呢 還有 實際上我們有時候 看一個社會 或者看一個政治的發展 又可以 有什麼感想呢 會分成這幾樣東西來講 那現在呢 首先呢 給大家 先想想 比較一下 兩個國王 假設兩個國王的行為 好 怎樣說 比較兩個國王呢 好 有一個國王 國王A A是怎樣的呢 A就是 一登基 第一件事 就是 要將整個國家 帶進一場國際化的戰爭 然後呢 為了打得到這場仗 這場仗是國際化戰爭 其實跟他本國的利益 沒有什麼關係 沒有什麼特別大關係 跟他個人利益 或者有關係 但是跟本國的利益 沒有什麼大關係 然後這個人為了打到仗 鎮壓當地的有錢人 貴族 然後逼他們付錢 不斷加稅 加稅 整了OK 不聽話的 就鎮壓 甚至屠城 拿了財產 招募的人 當然是帶著軍隊去打仗 頭頭有一兩場仗 打得不錯 但是目的地去打仗 最終打了幾年 打到已經後勤沒有了 錢又乾了堂 最終打輸了 誰知道 他打過幾年的過程當中 他之前贏過一些仗 但也因為這樣得罪了一些人 所以這個國王 在他回家的途中 他沒有好地選擇這條路 結果居然被人挾持了 扣留在一個地方 然後向他的本國 就要勒索 給贖金 結果一比 那條數 差不多是等於2到3年 國家的總收入 是收入的 不是說 除了 開招之後 達了出來的那段 是等於一個國家 2到3年的收入 但是最終 又再加稅 又再什麼 總算 賺錢就熟了他回來 熟了他回來 他 又不是說立即找那個國家報仇 他找另一個國家 就去開拖 回到自己本國 然後回到本國之後 當然鎮壓了內亂 然後又再逼他們付錢 然後又走進去 另一個國家就跟他開拖 開拖 誰知一次 明明不是打難的仗 是打一些容易的仗 一下子不小心被人一箭 吐勾 吐中了之後 雙口發言 不久就死了 留下了一個 相當的債務 給個國家 這是國王A 國王B 他一上台 接手就是一個本身都是欠債累累的國家 因為 為了保護自己的皇位 因為國內有人跟他爭皇位 他來了一次軍事行動 軍事行動不是針對他自己的背後支持者 就是另一個國家的國王 最終成功地讓國王承認了他自己的地位 但是之後 為了跟那個國王要捏下去 又要修復以前失去的地方 他一樣不斷去徵稅 但是橫徵捕得來 為了能夠有效地徵稅 有效地去請人 找人 但是他回頭就改革了財政制度 又改革了一些司法制度 然後就起用一堆平民出身的官員 直接向國王負責 因此就更加有效地去收稅 同時判案 尤其是為一些平民做主的那些案 零剩有效率可以做到 當然啦 幫貴族審案就乘機作一大筆錢 拿到錢 拿到錢之後 然後就走去那個 他的對家那裏 賄賂他的對家 下面的那群跟他賺錢的那群 然後 最終 又撒回頭 湊救了一支大軍隊 還利用一些當時新發明的科技 不過無奈 貴族不肯跟他在一起 結果就是 幾次 明明都是有機會贏 結果就是因為貴族 計算自己的數 不肯跟他在一起 結果打不成 但是他是不是輸了呢 又不是 始終他也抵擋了那個對家的入侵 但是到他死 始終死在這個徵戰的圖上 就是跟這個國家對陣 這個是國王B 如果各位聽眾聽到這裏 你比較起國王A和國王B 你覺得誰比較糟糕呢 很有機會如果就這樣聽 大家會覺得 國王A比較糟糕 國王B也是糟糕 他當然也橫徵捕簾 都是很多磕水 但是他打的那場戰爭 至少國家如果打贏的話 國家直接受惠 更何況他也正在改革制度 也是一個改革者 至計也不是差的 但是反而第一那個 大哥 從頭到尾打的仗好像也不差 還要一次一次橫徵捕簾 還要 一對反對的貴族 一出手毫不留情 直接就是屠城的 打贏了進去屠城 所以聽起來 A很糟糕 但是現在 聰明的你 聰明的聽眾 你聽到我這樣說 你也知道 其實我說的是哪兩個 國王A 其實就是 一代紅主 在英國稱為 的私心王李察 李察一世 而那個國王B 反而就是我們今集的主角 李察一世最小的弟弟 Richard 不是Richard John 約翰 也不需要 因為John 只有一個 從來沒有 然後沒有再有其他君主 用John這個名字 沒錯 就是國王B 約翰國王 約翰武帝王 如果你就這樣聽下去 他也好像想改革 是的 他的確有做過改革 甚至就是對他 後面那半期 就是後面一些時代 也有些影響 但是他的影響從來沒有人留下 也沒有人說過 他不是 他使得司法制度有了效率 他使得國家收稅有了效率 沒有像他上一任那麼吵架 人們最記得的是 他塞了所有在法國的土地 同時也記得 他經常鎮壓自己的國民 非常無良對待他們 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國王A國王B 就是Richard 明明說到殘暴也好 收錢也好 典財也好 而且都是打輸仗的 不過他沒有失去法國的土地 但是他去到勝城打仗第3次 十字軍東征 結果都是功敗瑞城 沒有打贏薩拉丁 也沒有獲得 獲得到 耶魯撒冷的財富 就算在Akka打贏了 其實也是 損耗自己的兵力和財力 一點好處都拿不到 回到他還要被人扣留 因為他跟 奧地利大公不和 奧地利大公把他獻給神聖羅馬皇帝 神聖羅馬皇帝因為剛剛也是想打仗 所以 就籌其就落在他身上 要求15萬 金馬克 當時的帝國馬克 的贖金 這個15萬的帝國馬克 就應該真的等於 英國兩到三年的收入 當然林美講數我猜 應該大概講到10萬左右 那個年代有得講數的 開價是開到15萬 通常林美還價一半到六成 如果參考了 他的 李察一世的對家 法國國王 菲力二世 以及 神聖羅馬皇帝 特意籌了錢 特意付錢 給神聖羅馬皇帝 不如我給你 八萬馬克 你幫我扣長一點 如果這樣計算的話 加一個Premium 大概就是10萬 10萬 馬克 就將他熟 搞成這樣 但是為什麼評價 那麼大分別呢 我們就要研究一下 當中 到底發生什麼事 首先我們要知道 第一 李察一世到底為帝國留了什麼 好 第三節 到底 李察一世 即是私心李察 他留下了什麼 留下了什麼給他 有東西好有東西不好 好那部分 就是很明顯的 第一就是大力地提升了 英國的威望 沒錯 英國 在十字軍東征 說實際的好處 一點都沒有 即是你說錢 說兵力 甚至說領土 雖然他成功干涉了西西里 又成功地令到 塞浦魯斯西西里 也是在他的保護之下 但是在那裏 山高皇帝縣 隔了整個海那麼大那麼遠 你說在那裏收數 大哥 古代的條件 收得來的數目也未必夠 給那些商家 你想想 海上運輸的那些 不是熱南亞 就是威尼斯人 那些收錢收到有多盡 大家都知道 這些全部都是奸商 所以敗戴灘 他運得到上去 就算 最近的 運到亞基達 馬賽那邊的港口上 你都不肯見了一堆錢 其實收得到很有限 那些只是名義上好聽 實際上沒什麼錢收 不要算他又要交贖金 又要損耗了一大堆的金錢 又死得人多 所以這一場仗 你說實質好處沒什麼 但是 第一個好處就是 威亡舊 整個歐洲都知道 這位國王 是 帶領著基督徒 去打伊斯蘭教徒 而且他雖然功敗 但是他贏過 當中有個別的戰役 他贏了 他不夠薩拉丁打 與其說是他的戰術 或者戰略 不行 還不如說他的後勤 不行 畢竟你想想 跨這麼遠的路程 要走去打薩拉丁 薩拉丁是主場作戰的 差不多是 你沒得說的 這件事 薩拉丁是哪位呢 順便一提 如果你看回Rinney Scott拍的那部電影《Kingdom of Heaven》 那位回教徒領袖就是薩拉丁 其實就是薩拉丁 一般英文就這樣翻譯薩拉丁 就是薩拉丁 但是如果你說正宗用阿拉伯話唸他就是薩拉丁 所以就 但是呼字你不會唸出來 所以 我們也是翻譯薩拉丁 薩拉丁 就是那位英明神武 但是也有一種 紫士文氣質的回教主 他已經控制了耶路撒冷 當時Richard已經不簡單 算是拿到半個 林美講數打野 打到大家 大家都跟屁力盡 然後林美 總算是拿到半個耶路撒冷 已經有點交代了 所以威望上他是很成功 因為這個威望 就算他中途給神聖狼馬皇帝扣留 實際上神聖狼馬皇帝都受到壓力 教宗給壓力 很多當地的諸侯都給壓力 所以他收收下都收信了 也不是完全 靠講數 靠什麼 也有一個原因 就是 有很多壓力在 如果不是 這個是聖徒 代替我們基督徒的打仗 總算是打到有成果 起碼把 Akka 推羅的地方拿回來 起碼也穩定了塞浦路斯 你還想怎樣 這些威望更加不用說 就是在法國本土裡有幫助 他的威望始終在 他的軍事能力大家受認可 所以當他回到英國重整旗鼓 落到法國打的時候 對付他的老對手 法王 菲力二世的時候 他可以很成功地拿到菲力 附近一些對家 佛蘭德斯人 既是雙人也是僱傭兵 他們那些地方正好 在洛曼帝宮國附近 他可以對於 在巴黎的菲力二世 可以成包夾之勢 他這份威望 在教會中贏得支持 所以教會對他的支持也很堅定 而且那個年代的貴族 一般都很尊重這種 很體重這種精神 還有這種能力 有軍事能力 有這種 氣質的人 容易贏人心 也容易贏支持 只要贏得幾個 整班人就跟大鵬 結果就是跟他賺錢 所以對他來說 他雖然 對於他境內的子民 以及對於他境內的 打贏了的地方 那些豬頭都是有壓榨的 但他們肯受 這就是他贏得最重要的威望 以及反法的同盟 但也有負面的影響 第一 他留下給下一手的負面 當然就是巨額債務 不過巨額債務這件事是不是這麼嚴重呢 其實也要看你怎麼處理 因為巨額債務這件事 其實每個皇帝都蠻貓的 反正做這些防洪生意 多數是猶太佬 猶太佬是最欺負的 甚至就是 你收我的帳 你收了我的帳 然後我就出一張 出一張施令 說你猶太佬這件事不要那件事 不要回頭 就去派軍隊 就搶走你那些人的錢 甚至趕你出去 等到直到沒有錢的時候 又叫你那些人回來 再經營 這些是當時歐洲君主 很普遍的做法 李察一輩子都不例外 所以 他留下這些巨額的債務 其實對於 John來計算 如果John要繼承 也不難應付 John也做慣的 這些壞事 所以 Deb是麻煩 但不是那麼嚴重 內政混亂 一定有一定的混亂 因為他長期根本就不在英國 他甚至老實說連英文都覺得很不一樣 他不像John John在英國那邊受法學家的教育 所以John的英文是可以的 但是Richard的英文不行 Richard其實當初訓練的時候 有一段是做了繼承人的訓練 還有他更加擅長打仗 他也更加多時間在法國本土 而不是在英國 大家記得 當時的英國是王堅義國 他是想做到英國法國兩邊 但當然他立不了巴黎那邊 但當時他們 李察一輩子已經有英格蘭王國 又控制了威爾士 在法國那邊 洛曼帝 北列甸尼 安瑜 安瑜其實還包含安瑜 Poieta Main 那幾個地方 但一個你當是安瑜 以及亞基達 這幾個已經是 把北部 西北部 西南部全部包含了 其實也挺重要的 北 西北 西西南 通通都是他的 變成一個 那麼 大的帝國 但是他因為太多時間去打仗 以及在法國 所以實際上英國的時間很短 英國本土的內政都頗為混亂 當然如果你說內政實力最強 依然在英國 因為物產始終最豐富 土地都最大 相比其他幾個 每個國家分開來計算 因為古代你不會統一 來做基建 你不會有這些東西 每個地方都有他們相應的皇后 相應的諸侯 武士等 他們有自己管 但無論如何 內政是一定的混亂 但最糟糕也不是這個 最糟糕就是兩個字 上次也提過 叫絕紙 沒有下一代 那些傳說 Richard the First是Gay 其實就不是 他也有娶老婆 但到底他是性無能 還是他實在太忙 沒有時間 就沒人知道 總之他在11年統治裏面一見都迫不了 所以一沒了後代 於是遺留了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繼承問題 而在那時候 合資格繼承的有兩個 一個是他第3個弟弟的兒子Alpha 另一個是最小弟弟John 這兩個人 而這個 可以說是讓John有先天性缺陷的東西 這個 就是我們下一節說的東西 好 剛才說起就是 之前那節就說到 John本質上有一個很大的弱點 弱點就是他的繼承權的問題 因為當時來計 如果以英格蘭 洛曼帝 和阿基達 阿基達是因為親生媽媽 媽媽想給誰就給誰 阿基達是 阿基達的 直屬領地 阿基達是 John又是Richard的媽媽 所以媽媽會覺得 與其給 自己的孫子 不如給自己的兒子 因為孫子小 那時候大概 那段時間應該是十多歲 還未到正式成年 但John已經是一個成年的人 已經是差不多三章了 所以很不同 但是 洛曼帝和英格蘭的繼承方式 如果 在這種情況 Richard沒有兒子的話 順序就會直接落到John 即是提議同一輩來計算 但是如果 如果 由安餘的制度 和 不列坦尼 Britanni的制度 那又不是 如果是的話 應該以 John的第三個 弟弟生的兒子 就是Alpha Alpha of Brittany 以他來繼承 那是麻煩的 即是 有合法繼承的 其實有兩個 而不是只有一個 而且兩個各有各規矩 都可以繼承 而John還有一個大心結 其實John 是反叛過Richard的 只不過當時 他和 法國國王 勞力二世勾結 勾結的時候 就趁著Richard打十字軍東征的時候 就跟他勾結 勾結了 因為他也很想做 勾結了 所以 他哥一離開 他已經開始換走 留下的大臣 換上了他自己的人 在英格蘭本土 還未算是 這個 到Richard 走回來的時候 被人囚禁 我不是說要贖金 然後我不是說 這筆錢 不是就是 Felix 一個人吃光 8萬馬克 都很融 Felix 沒有這個財力 當時 英格蘭的財力 比法蘭西更多 當然有份的就是John 因為John當時 負責管內政 英格蘭的內政 由他看 所以 在那裏 手刮手刮 暗中刮了錢 去 一起叫 神聖羅馬皇帝 扣著哥哥 讓他回不了 然後自己有機會 做國王 那個就是John 當然 最終是失敗 最終是Richard回來了 但Ellen來 跟Richard談過 當然是以大義來談 重點就是 你這個弟弟是壞格的 不過這樣說 為了整個王國的繁榮昌盛 和穩定 兄弟要同心才行 如果兄弟大家之間互相打架 你就只會被外人有機可乘 就是Felix以世 所以不要啦 你倆兄弟 講和啦 所以Richard是 寬恕了他 但這件事可以說是 是讓John自己的心底裏心虛 即是他在其他 英格蘭的貴族有很浪漫的地區 即是 諾曼帝或者法國地方那些貴族 他們的眼光怎麼看他呢 就是一個 反覆無常的小人 形象並不甚佳 而且貪財 所以呢 他自知自己 是有點心虛的 這個心虛對他有什麼影響呢 第一 當他登基的時候 英格蘭的貴族支持他 諾曼帝和阿基達也支持他 但安娛不支持他 Britainey不支持他 但是呢 雖然知道Alpha 跟他爭的那個侄子只有十幾歲 十幾歲而且不是一個特別突出的人 你不是說十幾歲的亨利二世 十幾歲的李察一世 或者十幾歲的亨利一世 有一些是老狐狸 有些就是戰場上的英雄 而且一早就武明高張 每個人都很多人跟 但他們不是 他這個都是很平平無奇的人 但他後面有大靠山 正正就是菲力二世 菲力二世就是出名的老狐狸 即是 李港人直接打仗 他不會吸得上 李察一世 你甚至說 怎樣 建立一個帝國出來 怕他也未必吸得上 亨利二世 但是你說對付約翰 卓卓有餘 這個精明狡猾的法王 現在不是跟約翰 因為約翰現在變成了一個麻煩人 如果聯絡到是捧了他的侄 Alpha上去 Alpha只有十幾歲 更容易控制 更加適合做傀儡 如果是這樣 不如捧他 好了 John於是和菲力 其實就不是和Alpha 而是和菲力二世對陣 他當時得到諾曼帝 英格蘭 阿基達的支持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是他哥哥生前留下 我之前說過的 Flanders 和另外一個貴族 這兩個都是反對 菲力二世 在Richard再生的時候 已經聯盟 這個聯盟也願意擁護 John 去對付菲力 於是大家打仗打了兩年 古代 尤其是那個年代打仗 很多時候都是衛星戰 要想打一場 Decisive的包圍殲滅戰 就很難 所以往往是優勢 往往優勢在這裏 很多時候就給財力 以及給意志力 因為你說有奇計有多少 不是每個人都在戰場上的梟雄 而且 就算是戰場上一等一的天才 你也要軍隊跟著才行 那些軍隊又不是John自己帶出來的 未必跟得到他要的步伐 或者 就算他老爸哥留給他也好 他要止得動也未必特別容易 但是John是不是 作戰上特別差呢 其實不是 因為當時的貴族對他的支持也算是足夠的 只不過就是安瑜和Brittany不太支持他 但其餘那些地方支持他 他都可以足以和法皇 打成一個平手 大家看著對方 看了兩年 但是John 你可以說一來個性問題 二來就是他的合法性 始終他都害怕 做得壞事多 心怯 他怯起來 他在想那怎麼辦呢 所以結果就是當法皇 遞了橄欖枝 他就馬上反應 結果就簽了一個極為屈辱性的條約 這個條約 我忘了一個名字 但條約的內容就是 第一 本來我說過 英國國王在英格蘭自己是老闆 但是如果回到諾曼帝 理論上他作為諾曼帝公爵 他應該是法皇的神子 乃至他作為安瑜伯爵 阿基達公爵 伯利坦尼伯爵 那些 陷害應該都是 法皇的下手 但是問題就是 他們當時有個默契 大家知是 但是他不需要承認是 這件事很巧妙 名義上的確他應該是神屬法皇 但是他從來沒有寫過任何細文 任何細書 自己正式認是 但是好壞不壞 John為了急起上來 快一點要拿到一個位 第一在條款上承認了 而且承認了還要取名 北列坦尼的那個地方 他為了也要拿到手 他真的和諾曼帝的地方 他真的交了一筆費用 大概是 2000磅 抱歉 20000磅 交了給 不是2000磅 是relief 交了給 雷車遺產稅 繼承稅 交了給法皇 這是很嚴重的 你交這個稅給法皇 即是承認法皇的權威 在你之上 即是法皇 你在法國的領土 繼承要由法皇到頭 不是你自己打回來 在之前 無論是李策也好 亨利二世也好 亨利二世也好 乎是 郡夫 郡夫 忠祐 Henry 他們都利用了灰色地帶 就是沒有正式認過你 從來不會展現 不會交親戚給你 我不會回應 我怎會回應 我同樣可以為法國國王 我想爭為法國國王 如果我認為我有合法性、正當性 我用什麼要交錢給你 讓你來承認我 有本事就打仗了 打仗在那個年代 大家臨到尾就變成鬥後騰 但實際上英格蘭雖然理論上已經民窮才進 但不要忘記以前那個年代 英格蘭其實很有錢 你想想英格蘭那個國家有多大 是法國的兩倍大 稅收還不止 因為英國的口岸多 英國、英格蘭本土 除了倫敦還有五個城市 都是自由城市 都是收錢收到傻 還未計算法國本土那些 法國本土都整串自由城市 整串海岸城市 全部有錢收的 還有一部分 例如亞基達 波爾多鴻走 還要有波爾多鴻走出 它兩邊有港口 它近西班牙那邊有港口 近法國對著地中海又有港口 那些交易多得不得了 所以其實這幾個國家 加上錢是非常多的 超有錢的國家 所以 照計它根本就絕對可以和你鬥消暴戰 但是這個就是 它除了做得不好之外 這個人本身是一個沒有安全感的人 它沒有那種韌力和你玩到底 這個遊戲就變成了 你一不夠韌力 只是希望快快手援到法國承認 以為阿彌陀佛沒事嗎 那你就死定了 還有 還要出賣盟友 我剛才說 Flanders和另外一家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兩家人是聯合支持他 那兩個是他哥哥留給他的大遺產 因為有了這兩家人 可以東西包夾著 在巴黎的法國國王 但是這兩家人他都出賣了 這兩家人就說以後他不是那兩家人的當主 甚至所有法國的領土裡面 除了阿基達 阿基達就是Ellen來保持住 但是除了這些之外 諾曼帝留給你 但是你就要作為諾曼帝公爵這個臣子 來向法皇效忠 然後Pretani可以通過遺產稅 他可以拿到監管權 即是中主權 然後剩下安瑜的那些 你以後不用向英皇效忠 你向法皇效忠 你看一看地圖的話 安瑜的地方是很重要的 因為安瑜、Pretani這幾個地方 正正就是可以把諾曼帝、 不列坦尼和阿基達 聯合在一起的戰略要地 而你把戰略要地交給法皇菲力二世 從此你幾個領地就完全不接 大家很難走不接 法皇就可以把你各個擊破 而居然他只是為了坐穩的位置 法皇這樣他就全部受 又出賣了他的盟友 又出賣了自己的領地賣掉 然後只留一兩塊東西 然後換取法皇和他挺戰 然後讓他承認他做英國國王 這個英國國王就不值錢 從一開始這樣做法 你的損失相當大 你自認了矮子 你失去在法國各種領土的合法性 這是很大件事的 你沒有了合法性 在古代你自己放棄 你不要忘記 你自己認神屬 而法皇為了要顯示清楚 他寫的那份和約是非常傲慢 簡直是在教訓John 那份已經不是平等的和約 那份是不平等的和約 正宗的 你是在做契是在契哥 他求契哥 簡直就是 廢力二世 你沒有了盟友 兩個盟友既然你出賣了我 去讓法皇 不如直接跟法皇聯盟 我用不著跟你聯盟 又等你代我去求法皇嗎 我直接跟法皇說 不要了 以後我可以跟你找 抱歉之前 以菲力二世的精明和氣量 你肯過來過當的話 前事不計 以後你總之跟我合作就行了 這樣就沒有了盟友 就沒有辦法包夾 不能包夾菲力 菲力就可以集中火力 跟你捏你大乱亂 連軍事上的優勢都沒有了 還有一個更加隱性的糟糕 除了失去威望 我剛才說的威望也很重要 但是沒有了威望 還沒有了另一件事 這就是很潛在的問題 是什麼呢 就是 他之前幾代的國王 是很精明的 如何令到 例如有些貴族是法國 法國貴族 有些是英國貴族 大家混合不起來 如何混合他們 如何令他們共同奮鬥 為了你 很簡單的辦法就是交換領地 實際上 由亨利一世 Steven的時間相對沒有那麼長 亨利一世 亨利二世 就算是李察一世也好 他們這幾個人做的事是怎樣 盡量想辦法就是 法國貴族立了公 除了法國領地之外 到達後就在英國封一塊漂亮地 來獎賞你 到達後英國貴族 英國貴族你跟我一起 下去法國賺錢的話 打贏了就法國的誰給你 然後就把英國有些貴族空出來 拿回去就給法國貴族去拿 於是那些大貴族為何這麼肯為這家人賣名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幫他賣名 就等於幫自己賣名 好了 現在大件事了 你一口氣把法國這些貴族全部 一大件送給法國貴族 那他的效忠去哪裡呢 當他就算效忠於你的話 喂大哥 你弄得我不見一半身家 哥仔 你一上台不夠兩年 我跟你出錢出力 打生打死 但是你令到我不見一半身家 現在這一半身家就放在法國國手上 喂 如果是這樣 你覺得人效忠於國王還是自己呢 人最效忠的就是自己 於是乎很多貴族 包括老貴族到如William Marshall 就是有份迫出大勸章那位 結果他都是兩面效忠的 本來他對Richard是很效忠的 但是他對John的效忠就三心兩意 為什麼呢 是不是因為他人奸詐或者不是 他有一半領地在法國 法國領地說合法性現在跪了法國國王 你唯有跟他打龍通來眼睛去 所以令到沒有了向心力 第一 第二就是John令到英國的貴族 很多不願意再為他修復失地的事件去冒險 為什麼去冒險 因為你都沒有合法性 記住是他遭遇的 你自己丟出去不要 不是我不肯 我很願意為你打仗 但是你自己不要 那你現在沒有了合法性 我怎麼跟你打 我跟你打的話我可能被其他貴族吵 被其他人看不起我幹什麼 何苦來哉 這又不是對我們好 你對我們恩仲如山 我還可以拿一條命來跟你陪給你 現在也不是 此理你也有味 於是他整個後面影響了他後面的事業 這已經是最大的錯誤 但是也不夠 John還犯多了兩個同等嚴重的錯誤 第一個嚴重的錯誤是殺了自己的侄 就是可以跟自己競爭王位的Alpha 殺自己的侄 殺自己的兄弟姊妹 你想一下John有沒有想過 你反叛的時候 Richard回到國內有沒有懷疑你 你是明刀明槍背叛 你不是說欠王位 你是直接背叛 你是背叛去爭 而不是說懸疑未決去爭 原本你John和Alpha之間 大家各有各爭 根據安如地方的規矩 Alpha有繼承權 根據諾曼帝 英格蘭 亞基達的規矩 就是你有繼承權 大家都有得爭 你不像你John在Richard 還是坐到實一實的時候 你就去背叛 但是Richard寬恕了你 但是你不僅沒有寬恕你的侄子 也不是寬恕 你沒有去懷由他 甚至John根本沒有想過 你自己也沒有寬恕 那時候還未 第一任 第一婚姻是未完婚 因為第一婚姻被教宗裁定為 不是教宗 被當時英國的教會 認為是一個近親的婚姻 就不可以consumerate 不可以正式有性行為 不可以有下一代 那是當時只是一種政治聯盟 其實他是找另一個可以去結婚 那你是沒有寬恕 既然沒有寬恕 在那個年代的規矩 最簡單的就是修養 執取了Alpha 做你自己的兒子 過繼進去你自己 然後就說他是你的繼承人 這樣的話 一下子就可以把安餘 拼回自己 你甚至也不需要這樣 跟菲力二世說數 或者你迫到菲力二世 不行了 你先跟自己的兒子說 不如這樣吧 我們兩宿侄這樣打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你現在還這麼年輕 十幾歲 我三十多歐 那個年代老實說 四十多五十歲 通常都死了 近多十多二十年 你就徵葬年齡二三十歲 到時全個位給你 我死了之後 名正言順 我總之就是 現在世神劈怨 後面是後面的事 但你現在世神劈怨了 起碼有機會換到安餘 那一大地區安餘和Britanny 這兩個重要的戰略位置 地區的貴族忠誠 換不完全部 至少都換到一部分 因為這種行為 至少會令貴族覺得你是可以講數的 不是不可理喻 亦不是殘暴 是有計談 亦是看大局的 但他沒有這樣做 不單止沒有這樣做 還要殺了他 殺了他就是殘暴不仁 你反叛你哥哥也沒有殺你 你去殺你的側 這個側不是反不反叛 是跟你有抵抗 你也去殺他 你什麼意思 這樣的話 令整個安餘地區 以後都不會使用指引 安餘和不列瘋 就算你用軍事控制 他們都不會服你 不列瘋的那些 就算法王給宗主權利 那些人都不會承認你 於是那些人為了自保 全部投靠法王 就算阿法死後 那些貴族都繼續效忠法王 就不是效忠你阿John 那這是第二個嚴重的後果 第三個嚴重 那你已經夠糟了 可能你更糟了 一味 就是怎樣呢 他在亞基達能夠和安餘和諾萬帝之間 有些戰略要地 那裡有個喉著的女兒 County 我也不懂得讀 Aunglemi 類似這樣的讀法 Aunglemi 類似 Aunglemi Aunglemi 阿John就喜歡他 想娶他做老婆 除了喜歡他漂亮又年輕 也很重要 就是他家族控制的地方 是戰略要衷 反正他遲早都要換過老婆 他打算換他 但他從來不去考慮一件事 是什麼呢 就是他本身這個女兒已經定了婚 是跟亞基達地區的一個很有實力的豪族 亞基達和Poitor 控制著這兩塊地區的一個實力家族 Lucian家族 Lucian家族這個名字 如果你有看過Kingdom of Heaven 你會聽到很熟 為什麼呢 Kingdom of Heaven裡面 繼承博人做了耶路撒冷國王 沒有鬼用的那個 那個就叫Gili Lucian 就是這個家族 這個家族在法國相當顯赫 而這個家族控制著亞基達其中一部分的領地 加上Poitor的一部分 亞基達整個公爵國是你媽媽的 但是公爵會分封給他的 後爵、藍爵 這個八爵國 雖然控制的部分 但又是戰略要衷 於是你搶了他之後 這群豪族就造反了 Lucian家族就徹底得罪透了 他們就天天跟你玩 於是你連亞基達就變成沽原海外 跟英國的聯繫切斷了 只能夠靠海路聯繫 陸路已經斷了 再加上已經反了水的兩個 兩個在北方聯盟的Flanders那群人 一下子 這麼多代人打回來的法國基礎 一下子就被你敗了 你得罪了這麼多人 那就是安如 Britannia、Poitor 全部都反你 包括亞基達的一部分都不會服你 然後 納曼迪那一部分 包夾著 幫納曼迪領地附近的貴族 也不認你 納曼迪就是一個孤島 一個很孤立的地方 你只能夠靠英格蘭去支撐 而偏偏英格蘭裏面 你也遇到麻煩 你一樣是遇到統治上的麻煩 有些孤島也不服你 於是他們不肯帶自己人馬過海 過了英吉列海峽跟你打仗 於是整個法國就刪了 這就是他做得很錯的事情 但這也不夠 這是他原罪式的錯 一上台就犯了幾個嚴重的政治錯誤 但這幾個嚴重的政治錯誤 以後還創造更多的錯誤 夠不夠麻煩 這就是下一節 上一節我們說到 John在這個條約上 急於簽紙 自認矮仔 自己放棄了很多合法的權益 再加上殺害自己的侄 另外還要加上 為了取女人得罪法國大號族 這三件事他的原罪 令到他一下子已經喪失了對法國的影響力 令到英國的貴族跟他不再同心 利益也不相同 只能夠靠一些過往的維繫 但這幾個原罪又會引發另一串的邏輯鏈條 第一 因為他沒有了一大堆領地 但他又想恢復這堆領地 但他沒有了這堆領地等於什麼 沒有了收入 也沒有了一大堆人馬 沒有了收入沒有了人馬 如果你還想搶回 你是不是要再籌組更加大的軍隊 而為了籌組更加大的軍隊 當然要賺到更加多的錢 以及對地區更加強力的控制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那些貴族每個人都跟你玩不成功 於是乎 偏偏阿John 在作為一個行政人 一個純粹執行人員 有他的財華 他真的想盡辦法改革 法律制度和財政制度 他真的是起用了大量平民出身 有學識但平民出身的人 去做他的收稅官 去做他的法官 去做他的一些事務官 去做他的一些事務官 還有利用這樣的方式 他首先 例如做司法改革 司法改革也是為了收錢的 而且他還想既建立名字 又收錢 怎樣呢 他的司法體系裡面 加強了國王法庭的影響力 然後在打官司的時候 賺名是怎樣賺呢 就是幫平民去跟貴族打官司 令到平民 他拿得嚴 令到平民容易有些機會贏 因為平民贏了他當然不是收他的錢 這樣便可以對貴族打官司 即是儲罰 儲罰是要收貴族的錢 另外一件事就是 在處理貴族跟貴族之間的矛盾的時候 結果擺不平一定要國王出馬 國王便出來 但國王收錢就等於御用大律師一樣 這個御用大律師認真貴 貴傻到混蛋 即是基本上你賣掉的地方 都可能不夠給 但如果不是 就一輩子都看著 那一輩子都可能你們吵到拆樓 一樣是一個先都收不到 沒有結局更差 還要養著那些人去看著那些地 所以唯有跪一跪都要求國王 即是求John John便說好 儘量收得 打一個對峙 但他那裡打一個對峙 也可能是人家一年收入 用這些方式刮籠 再加上賣官肉雀 這些都是全世界通例 一到沒有錢 多開幾個雀位 或者多開幾個分雀 什麼分雀 什麼分雀 你想封雀給錢 給了錢便有分雀 不要忘記 因為城市有錢人多 但很多有錢人在古代 不只是在中國做生意 是被人看不起 包括在英國做生意 都是被人看不起 那個年代生意人 多數都被人看不起 那你還想換個社會地位 買個爵士 買個分銜來過癮 你有個分銜罩著 那也好些 有什麼事就拿個分銜去頂罪 這些自古中外一模一樣 這些事 於是通過賣官肉雀 又收到一塊錢 還有就是霸佔森林 因為森林如果是完全是原野 真正的wild country 誰都可以去打獵 沒問題 但如果歸入了forrest 森林是皇家森林 就是另一件事 皇家森林裡面 所有東西都是屬於國王的 無論是地面的地底都是 所以就算走進去 打一隻鹿 打一隻鹿 抱歉 你也要交稅 你的情形 如果你有看Hunger Games 第一集 Catness 他偷偷地跟他的情人 越過了一個界 走進去某個公家地方 打獵 那些叫偷獵 當鋪長來看 如果真的爆了出來 要被人抓 就算打一隻山雞也是犯法的 他就把這些森林無限擴張 幾乎差不多走進去 沒有人認定的森林 就等於是公家 但你要打獵都要抽稅 而他又派了一些平民出身的 做森林管理員 就在那裡 洞門口收你錢 收permit 賣permit 收錢 用盡這種方式挖籠 然後改善軍隊的後勤 這件事你不要說 他又會肯試用當時的比較新的技術去造船 新的武器 新的工程方式 這些他做得好 所以作為一個administrator來計 John是有一定的實力在那裡 搞定了後勤 然後就打算去打仗 但問題就是 因為你這樣做法 你一定要用平民出身 既用平民出身已經令貴族不滿 還要苛捐集穿一大堆 貴族更不滿 貴族更不滿 令到你怎樣呢 令到你當你出兵的時候 因為你不只是靠僱傭兵 或者國王直接招募回來的那些 那些叫conscript 即是精兵回來的那些軍隊 你也要有貴族軍隊聯合一起出擊 但是貴族就開始玩罷工了 你這麼想打 不去到底 要麼放水要麼罷工 不打 不肯 不動 動到去 嘶嘶嘶嘶嘶嘶 去到戰場 一看到發覺大家是兄弟 然後抱頭抱頸就去了一邊喝酒 他又沒有轉陣 不過他不打而已 但是他又沒有說他投靠對方 總之我就不打了 搞到約翰很多次 明明不是沒有這個實力去打得贏 但是就擠擠攻敗水城 其實就是貴族跟你玩東西 在抗命 越是這樣 他就跟貴族 越不服這幫貴族 越不服貴族就越用平民 越用平民 越用平民 越去再繼續在領地再徵收多些稅 去穩固融軍 甚至要用這些錢去買通 他對家非力二世的貴族 希望他們反轉 但是那些人 以前可能會基於你的威望 基於教廷的影響 他會肯加入你 現在不是一個赤裸裸的賊 你是一個赤裸裸的野心家 沒有任何威望 我也是看你給好處 結果就是他收買起來 就要很多錢 就是跟以往他的哥哥 他的老爸 他的爺爺那些年代不同 他們那些年代 不需要用威望 用婚姻 用土地交換 已經成功 一個先都不用出 他就不是 通通都要用錢去搞 結果 於是做了一個惡性循環 因為這樣 他又要更加多錢 貴族越玩東西 他越要錢 越要錢 貴族越玩東西 因為越是這樣 你就越用平民 你用平民 又不是說 令到平民和貴族不對立 而是大家當是同一個地方去奮鬥 不是 你變成平民和貴族更加對立 而在這個對立當中 你可能站穩了 但你想做任何事 也不用指望 因為沒有人會團結在一起 而貴族也通通考慮自己的領地 我在英國領地拿得這麼高 與此同時法王 非力而勢 回答 我寬免你的稅 或者寬免你的填租 那些貴族更加三心兩意 我怎會肯制 就算我本身效忠英國 就算很效忠 我和法王沒有一手 我都被你握乾 我還有實力嗎 你這樣握法也沒有人 他要你握我 我握 徐仔打釘 打鐵 打鐵 我就去握乾我自己的神民 我的神民不握乾 再握下去 就反叛 我還要去鎮壓 難道要是皇上你這樣 你鎮壓給我看 又把你自己的實力消耗了 所以他就在一個惡性循環中 走來走去走不出來 每一次他想加強中央集權體制嗎 越加強就越反抗 越反抗 他越想加強 但整體角力就一直向下走 他的軍力也從來集結到軍隊 但用不出來 這就是因為之前的邏輯 而影響到後面的邏輯 進了一個死胡同道 其實我們再想一想 John的更加根本的問題 是一個認知的問題 就是 實際上John對於國王的想像 更加像東方專制國的皇帝 更加像中國皇帝 或者阿拉伯的哈里法 埃及的蘇丹 他們像一個東方皇帝 那種心態 我用官僚來治理國家 所有人都要臣服於我 我喜歡抽你多少就多少 我喜歡怎樣就是怎樣 他沒有想過的就是 那個年代根本不是那回事 那個年代的英國 首先那個年代不是英國 那個年代的歐洲本身仍然在行封建制 封建制第一就是你雖然是國王 但除了你的直屬領地是應該理管之外 其他的那些東西就不是道理管 而且部下的部下就不是你國王的部下 你沒有理由收稅收到最黎民那裡 那些應該是由你的下面的領主 由他自己去搞的 你只是整條數給他 你交多少給我 每個人交多少 這就是你壞了當時的規矩 這還是整體歐洲的規矩 還沒計算就是英國本身有稍微複雜 英國的問題就是 在歷史隨想的第一集 說英格蘭的時候已經說過 最麻煩的那件事就是 英格蘭又一開球就是想王兼二國 想同時成為英格蘭和法蘭西的國王 於是他一開球的奮鬥 就已經是要怎樣融合到英格蘭和法蘭西的領地 雖然他從來都沒有做法國國王 但法蘭西本土上是有領地的 不論是諾萬帝 安瑜 布甲尼 阿基達 這是你的地方 那些地方最慘的是 各處鄉村各處禮 沒有一個統一的王法 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習慣法 當然 你說完全由地方去管治的話 這也不是一個辦法 因為完全由地方管治 上面什麼都不管的話 太散修修 國力發揮不了 但是你想將它全部集中統一來管理 用中央集權管理 什麼Sorry 只是法國那麼多領地都各有各的例子在 更何況就算英格蘭 英格蘭南部本土倫敦是一個自由城市 倫敦和其他地方已經有些不同 英格蘭和威爾士也有不同 英格蘭的新舊貴族也有不同 每個的例子都不同 如果要將它們一起的話 你想說用獨裁形式去做 根本就做不到 這也可以說英國政治的複雜性 本質最複雜的位置在這裏 由一開始 你就是在一個好技術和經濟能力 都還是很低水平之下 還是在一個相對分散的情況下 你要將這麼多個不同的地方 融合在一起 成為一股力量 去和你的強敵對抗 這是非常難搞的 所以由一開始 英格蘭這班王室 將問題推到最難做 而不是最容易做 相比法國 法國義很多 只要你有能力 湊起一支足夠強的軍隊 打殘這班貴族 你就可以統一了 你法國地區已經是你的了 你不需要搞不多 因為其實很多語言都相同 起碼 就算口有不同 語言基本是相同的 很多習慣都很相似 就算各處鄉村有個別地方不同 你只需要另外給他一張特許狀 但是在英格蘭就已經不可以 英格蘭本身已經和法國 法蘭西那堆領地不同 這是你做不到的 所以 怎樣一開始要和這班貴族 還未算自由市民 倫敦那些市民 還有其他幾個港口城市的市民 還有鄉郊裏面那些偷獵者 那些不是偷獵者 那些森林管理員 還有很多不同階層的人 還要在不同的地域 不同的職業 不同的行會 你統統都要混合一堆 的話 如果你單靠自己任命的獨裁官 是幾乎做不到的 這就是英國邏輯本質上最難搞的一番 也是為什麼英國零零射射會走出 一種複合式的制度 因為英格蘭本身不容許你這樣 但他又不像瑞典那些 長時間是由幾個大貴族把持 令到國王其實也是由幾個大家族裏面拿出來的 又不是那種 他依然國王有相對的實力在 但國王這個相對的實力 要想發揮 就一定要和貴族 上層市民 甚至普通人都要妥協 我覺得就是這件事 才是英格蘭玩到這麼複雜的原因 而這個很可惜 阿John是不明白的 然後上一節既然說到 無論諸侯也好 甚至城市裡的大有錢人也好 他們終於還有一些專業人士 總之只要你不是由皇帝去領域 即國王領域你 那些人都發覺 咦? 這次不是對皇上說 大家互相說 這可是天賜良機呀 為何這麼說呢 因為既然可以通過罷工 鬥打 都可以跟國王領域 都可以跟國王領域 那又如何 你搶我們的錢 搶得這麼正 這麼開心 你一搶 或者你要去哪裏打仗 鎮壓的時候 要不就不出兵 要不出兵 就隨便跟你打 打打下 自己私底下 找你的對家混合 等你緊張起來 但你又不敢動 因為你發覺你沒有實力 你的實力已經不剩下多少 你還要在他身上拿錢 還要在他身上什麼 所以你看到 John 由自你除了初期殺過一批大臣之後 即一批他自己的封臣之後 其實去到後面 他誰都不敢殺 沒什麼人可以殺下去 他只可以拿乾他們的資產 但沒辦法殺人 因為一殺下去 你什麼人都沒有 始終他那支軍隊 依然要有封建領主去組成 所以封建領主 就是淒劑 看上去那支軍隊很大 每次過海的時候要很大 誰知道打到下去 法國就每次都會隨便 跟你打到全部躺平 結果成功地 就躺贏了John 甚至人家入侵 回頭的時候 更加不用說 迫你John 你又要這樣 又要說 如果你不誓臣 我根本不動 我不是怎麼動 當然 如果人家真的打到上去 那他為了補自己的領地 不能你不打 但如果你說不是 人家都在外面 都未真的上來 我何苦要這麼急呢 於是你利用這些招數 去處理一下 試過一次一次之後 終於他們發覺 可以了 有了 即是有辦法了 即是 要打仗的時候 終於有一堆 又要去收錢 終於有一堆藍著 即是一堆低級的 那些貴族終於造反 他一作反 你要平亂 但你要平亂 有什麼軍隊平亂呢 走到最終要講數 這個講數 結果就是大憲章 一二一五年 這個 的 這張大憲章 有什麼特別呢 跟之前自由憲章之間 第一條文多很多 六十三條 自由憲章只有十二條 只有六十三條條文 當然 如果你說根基 其實他們首先 都是說 我們要重申自由憲章 即是自由憲章裡面 所說的東西 這是一個基礎來的 是說最初的基礎 就是你國王和這些貴族 和教士之間 大家要抗規矩 你國王 不可以說你自小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你喜歡亂來就亂來 你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沒有這個歌仔 你一定要跟著規矩 但這個只是一個很巨大的 你想想只有十二條 而且寫的有些都挺具體的 有些很多時候是說 財產傳承 分家 那些的處理方式 還有教會裡面 如果換人的話 就是一些處理方式 這些是很基礎的 但這個基礎已經形成了 就是國王要說規矩 現在 但對於什麼叫自由呢 其實從來沒有說清楚 誰為之叫自由呢 只是我不讓你國王奴役 我的私產得到保障 就是這麼多 有些事情說不清 但在大憲章裡 這一次這六十三條 裡面詳細多了很多東西 但如果你問我 總結起來 就是集合起來 因為我沒有可能一條 說六十三條 實在太多 但如果以處理的範圍來計 除了有自由憲章的時候說的 在貴族的那些繼承 即是財產繼承 封號繼承 這些婦女 如果喪夫的話 改嫁的問題 離婚的問題 教會財產的問題 除了那些再要說 而且更加細緻之外 也牽涉多些和商人 和城市自由人有關的事情 即是說如果海港 例如英國和法國打仗 到底這些貨物 可不可以和英國商人 可不可以和法國商人做生意呢 如果是做的 劃界劃在哪裏呢 賺到的錢怎麼計算呢 這些也要計算 另外的重林 上次也有提過 但是比較稍微 上次的重林 只是說我們跟回組制 但是這次重林 又說得更細緻 甚至連一些專業的情況都會說 但是這次除了這些事情之外 還會加入一堆 和司法有關的條文 這段又是佔了一段 相當的一段 所以這個大憲章裏 所涵蓋的事情 其實在政府的職能上 已經頗全面 例如經濟相關的 城市經濟相關的 和重林裡找到的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其實不只是遊戲 只是野味 只是動物 那些其實 已經包括你下面畫到的擴產 那些其實已經包含了 即是商業的一段 已經包含在裡面 甚至對猶太人應該怎麼處置呢 又是一段 做生意 如果和敵國打仗的時候 做生意怎麼處置呢 又要放進去 甚至漁獲也要計 即是在海面漁獲 到底漁獲得到又怎麼處置呢 這些經濟層面加進去 這個是自由憲章裏面 沒有這麼詳細的 而且一條兩條 他這些很詳細 另外一句很詳細 就是司法相關的事情 司法應該是怎樣的一件事 和國王可以審案 但是審案都有規矩 又是一件事 然後當然原本有的事情 都有下去 這個是 如果以條文計 那個涵蓋範圍就大了很多 比自由憲章 自由憲章是很概括性的 它涵蓋範圍大了 亦精緻了 多了一些比較特別的條文 而其實這些很多是針對 John 約翰王 他所搞出來的財政和司法改革 即是說 但是他是不是全部推翻了 不是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其實在卡塔裡面 並沒有意思完全全盤推翻 John 留下的東西 只不過就是 有些 就是寬回他 這個是英國很大的特色 如果你看看法國 或者德國 德國之前神聖羅馬帝國 如果是神聖羅馬帝國那些 那些帝國裏面那些成幫 鬥來鬥去 自由城市就是另一件事 自由城市 他們有自己的那堆圈卡 在上面 但是你說以封建領主 那堆圈 很多時候說到底 就是誰的拳頭大 就是誰說話 就算我打人 你吞了你 吞啊吞 那千多個諸侯 就是吞啊吞啊 越吞越少 法國也是一樣 而且 通常贏家差不多是就是 即是 除非有很少數的 那些精明的國王 例如菲力二世 我們就會去考慮怎麼平衡 但如果不是一般贏者就会 或是不贏,即未必有中国那种专制皇帝的购买得那么尽 但也是购买得多一些 但是 在英国这一下就看到 就算是反抗者 他们虽然反抗到成功地逼得 约翰上台跟他谈 但他有没有说我要推翻你 没有 他有没有说过我要推翻你 有没有说过要把你留下的东西全部推翻也没有 他只是说有些东西要修改 有些东西要有一个框 我不是完全推翻你那套东西 但是有规矩在 规矩里面我们要有我们的人参与进去 而不可以只是你的人 他只是追求一种大家能够接受的平衡 这个 亦可以观察到这些 Barrons 这些诸侯 其实他心里都清楚 就是如果你玩得太尽这个游戏 最终就会出事 所以 Magnacarta 第一 他这种重要性就是 双方 再一次地 就是 与其 讲拳头 谁拳头 但是谁赢谁 谁说了事 还不如就是 不要 讲数 大家 拿个框出来 大家讲道理 坐下 虽然 之后 要知道古代订这些约 我们现在常常觉得人家很有合约精神 其实不是 在古代这些合约 宪章 除了城市 城市 做事反而是规矩 就是规矩 因为做商业 如果你不讲规矩 你信不过对手 你怎样 你怎样把钱交给人呢 或者你怎样 我扔钱下去 我相信你会给予我 所以城市和城市 做生意 就要讲 合约精神 这些封建 领主从来 合约精神 当放屁的 这头签完那头 立即违反 隔一年半载 就随时违反了 因为他们那些是 权力和武力的逻辑 就是 暴力的逻辑 权力的逻辑 他不是跟你讲生意 所以他可以随时 不肯制 但是只要他们一次又一次 习惯 打到这么一刻 又要坐下来讲掃的话 然后讲掃也不是 下下就这样 斗拳头带来讲 而是说说说下都会 折冲去到一个位置 其实这会慢慢变成一种传统 大宣章的重点是 他们已经有一种传统 就是讲掃 同时讲掃不是 没有妥协 大家互相妥协 而且 妥协当中 不是痛苦地 含泪地 而是 含泪当中 都要找机会 拿回来 那就是我互相 那个框 我又进了一下 你又进了一下 这个就是 其实 麦娜卡塔里面 其中 第一 我认为是 比自由宪章更加重要的 一样东西 第一就是在这里 第二样东西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自由宪章 其实 开宗名义 等于说了给你听 什么叫自由 自由的边界在哪里 如果你看大宪 当然 他开宗名义 而头那里的两条 就是说明 什么叫自由 自由就是 要赋予 国王 你不可以侵犯我某些边界 在这里 那些是我的东西 那些的财产是我的 那些的 甚至那段 婚姻是我的 那个人生是我的 你就不可以过来侵犯 也就是说 其实 麦娜卡塔 他为 自由拿了边界 你不侵犯到我边界里面 有你 可以做的 但是如果你侵犯到我边界的 你不可以做的 除非有我的 我允许 即是我有我的 没有我的 你不可以做的 然后他提 而且这一句 他也是承先 啟口 就是把自由 宪章 放进去里面 即是说 自由宪章 在这里 然后 我这个 麦娜卡塔 里面 根据这个 再衍生出来 然后说明 国王 也好 Baron 也好 我们这么多人 遗迈签名的 这群人 遗迈大家 这群人 包括没有会议 但是全部都是这个阶层的 这些人 所有的自由人 大家坐下来谈 就是 边界 好了 于是乎 其实英国有句 有句言语 我忘记哪里来的 但是 有时要查太浪费时间 但是有句言语 很能表达到这个特色 就是 就算是一个平民的 一间屋 或是一间烂屋 风可以吹进来 雨可以打进来 但是如果没有我屋主的批准 国王不可以进来 这是他们的自由 对这个所谓的自由 古代叫Liberty的自由 的定义 我要尊重你的边界 我不可以踐踏你的边界 我踐踏了你的边界 在边界内 你是自由的 在边界内 你管不了我 但是你作为国王 你就算有多少的权力 多荣耀 你不可以踩过我这个界 你一踩过来 你侵犯了我的自由 他们的自由 不是说行动自由 而是在边界里 你要尊重大家的边界 这个就是 自由 这是在自由现章没有讲清楚的 但是在这里讲清楚 讲清楚之后 还要在每一条下面 这六十三条里面 下面的 头两条之外 后面的六十一条 其实全部都在明确 边界是怎样画的 哦 例如你说法律的边界 例如 法律边界 国王可以捉 如果你国王认为 我任何一个自由人 有犯任何的刑事罪行 你可以告他 但是你告他 不是无了其告 不是可以拖死他 不判 也不是可以 喜欢怎么判就怎么判 有个边界 我的人生都是 我自己的人生 我的名誉 都是我的边界 你不能侵犯 所以规定就是 任何这些案件 最多最多 你 扣留着那个人 不判的话 都只可以扣留 一年多一日 即是 一宗案件 只可以最久的 审理时间 就是一年多一日 一年多一日之内 你一定要審到 结果出来 如果你審不到结果 就是 不合规矩的 这就是一个 一个框 因为 约网出过这些 糟糕的 真是 扣住那个人 无了其 扣住那个人 其实是逼他 交货金 交货金 就放了那个人 这些糟糕的 你这样无限制 去玩的话 你喜欢就捉 还要你不可以 无缘无故 就要告你 要告国王 要告上你国王的法庭 你也要有 其他的法官 预審 而法官的人选 亦都要是 在表里面 即是有一个 short list的 一堆人 你要选一些可靠的人 可以去 预審了 看一看 然后才给你 如果不是的话 不可以 你又无告 甚至定立 就是哪一群人 不可以再让他 做法官 那些入了黑名单 就是那些 那些全部 帮阿庄做事 做到没底线 全部入了黑名单 不准他做 那你见到 例如去到 乡下审案 如果遇到财产的 纷争 那怎么办呢 其中 既不是随便 诸侯 可以 有些纷争 要找人去定 而这个 这个 in this bill的财产 又不是上到 未适合上去 国王的 角度審 那你可能找五个 在当地 很有 很有信誉的 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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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阶级 找他们来 即是找五个 德高网众的人 坐在那里 开个议会 去听证 即是说 在上场之前 先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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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不要搞那么大事 即是免得 国王插着手 你走来握着我们 等他们去说 等他们去看 看完了 覆过了 如果那样东西 不需要上到国王的 不就不要去 如果要 那就上去 这些都是画了个法律 画了个边界 国王的法律 可以玩到去哪里 而且还要控制 执行的那些 执行的那些 可以玩到去哪里 这些就是 全部在边界 大如 Forest 我上节讲的森林里面 森林任你说不行 森林有边界 而且边界要重回 就是什么 总之就不是你 约翰画的边界 即是说 你上一代 无论Richard也好 亨利二世也好 他们画出来的Forest 我们全部承认 你老哥画的 我们不承认 因为他画的 画得离谱 基本上全英国都是他 你真是想玩 普天之下 莫非黄土 率土之斌 莫非黄神 Sorry 这个在中国是合作的 在英国是不合作的 于是 你不要烦了 是John 那些没有你们回头 总之去到你哥哥为止 你没有 你画的那些我们统统不认 然后那些森林收税人 那些人 那些资格 有什么dispute 又是了 可能有两个武士组成的cord 和大家去谈 那些财产 就不可以 又不行 你喜欢画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大哥 还得了 那你就侵犯了我的私人财产 是吧 那你不行的 因为我的财产 边界在我里面 你过了阶来 动我的东西 还要用骂傻的手段来动我 不行 不可以 然后再继续 这个就是 画边界的重要性 法律程序是这样的 财产也重新画了一些 不过财产那些 不需要多说 因为他很多是 把自由宪章的那些 再加大一些发挥 包括寡父是应该怎么判的 那些的案子也是一样 原则也是一样 不过他也是再细化一点 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 首先他开宗名义 第一 承先啟口 我们引用了自由现象 第二 我再进一步 讲清楚什么叫自由 自由的边界就是你 你割往无论多少权力 你不能踩进来我们边界 我们诸侯之间亦都是 互相尊重了边界 我们不能踩过来 这就是用现代话 就算是现代就这样译 也是复杂的 我免得讲这么长 因为 这条文章讲起来 Anyway 消化了给大家听 就是边界 有了边界 第三就是在这些边界上 应用了在不同的场景 让大家清楚知道 哪些东西 边界里面是你的 哪些东西 那些边界是公共的 或者是国王的 大家总之不要搞对方 大家有规矩 第三个重要的就是 自由宪章 只是针对到贵族 和教士 但是这一次 大宪章 麦德卡塔 是针对给所有自由人 即是奴隶当然不包 没办法 那个年代 奴隶不当是人 你记住 奴隶是资产 但是只要你是一个 自由人的话 你的 人生 你的财产 就有边界 有边界就是受保护 所以他里面说的是 骗及所有自由人 这个自由人 无论你是 是 皇宫贵族 中级的武士 城市人 农夫 你是一个真正有自由地的农夫 你是打猎的 你是森林里面的人 你是 任何公将也好 在城市生活的人 你们统统都有这个自由 所以一说就 广告到所有人 这个也是很大的进步 也可以这么说 在当时 就算当时来计算 在欧洲 虽然封建制度 都说到 我都说 国王本身也有边界 不会 随便踩到别人 但是他这一件事 那个重要性 我觉得就是 如果以封建制度来计算 实际上 自然自由人 那一件事 就不需要 摆上 因为那一件事 应该是属于 贵族 贵族老爷 公爵 伯爵 后爵 各自己里面的事 除非是皇家土地 直接上那一堆 如果不是 有些东西 各处乡村各处历 就由你自己那群人去决定 但是他不是 麦克拉 我觉得 在另一个进步 就是 他骗及所有自由人 在那个年代 很呼气 因为在那个年代 很多政权没有普世性 不是普及的一个政权 政权就是 国王管公爵 后爵 然后那些爵 是后爵 后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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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普通平民精髓 这个已经是暴君 在那些 在珠侯眼中看 这个人是暴君 我不听他指定 但是 情况就不同了 他骗及所有人 而这个也很有机会 我的观察 就是 以我的理解 对英国 这些地方已经有很多城市经济 英国一向 除了靠自己生产 也有相当贸易量 而很多的 Barrons 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出产 都有去做生意买卖 如果你的庄园本身 除非我只是种蜜 但那些通常被人当作是 穷鬼 穷鬼贵族 你是贵族 你有身份 不过你穷鬼 你会没钱的 你种来种去只可以种蜜 种给自己吃 但是如果你去到亚基达 那些地方 甚至英国有 那些郊区 都可以生产 可以养羊 弄羊毛 然后羊毛 可以卖给弗兰德斯商人 Flanders的商人 跨海过去那里做生意 乃至在一些沿海城市 有殖民区 他们会走到乡下 找一些薄脚 去那里收购羊毛 收购回来 拿到英国里 去职 职完之后 坐船过海 然后拿到 欧洲本土 买 挺好买的 所以Flanders 搞的纺绍品 好买 但是当时 他们说Flanders 佛兰德斯 除了Lombardi 那些地方 Flanders 亦都是一个 出产纺绍品的地方 但是他们的原材料 哪里有很多 在英国 在英国首购 所以 还有蜜蜂酒 米特 啤酒 英国人很早地搞这些 那些欧洲大陆 都有人需要 都是当商品 卖过去 所以我想他们很早 这种 甚至去到封建 领地 也有一股商业化的味道 所以对他们来计 第一件事 将他们尽量普及 而且尽量普及之后 对Loss 有一堆好处 因为这堆诸侯 其实都是 和皇家 争取平民的支持 争取普通平民 还有自由人 还有商人 生意佬 还有犹太佬 犹太佬 他们都 畏及到犹太佬 犹太佬一定是被人歧视 但是被人歧视 也要有一个规矩 这是英国的特色 被人歧视 歧视到什么地步 都有一个规矩 对Juice处理 也是有规矩 是严厌的 但是 国王不可以任意对付他 所以我想这些玩法 就等于大家 互相拉拢新兴的城市阶层 那些人是有经济实力 有经济实力 等于你就有机会 找到军力 还有大量的情报 所以双方都在争取 贵族老夜和皇家 两边都在争取 于是才有这些 普及 所有人 的想法 最后一个 我觉得大宪章的特色 即是 的重点 是这个 我先看看 就是定名了 如何执行 以及监察人 刚才我说过 如果你要想实行 判案 判案 有些大案 到底上不上去呢 或者如果有 大的纷争 如果要拿上去解决的话 是不是 国王就随便 任命法官 喜欢动人 就动人 不行 而且要确保这件事 执行到 监察 找25个 在全国都 很信任的 很知名的 骑士 这25个骑士 就负责 等于一个 巡回法庭 一样 他们 先负责 先去 pre trial 先看了值不值得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看了可以 OK 才可以 给你去审 不然 就不可以 亂審 审的时候 陪审完 等于他们都变了 一续陪审完 大案就是 他们坐在一起 联合去回审 就不是 你帮人乱来 这些 自由宪章是没有的 自由宪章完全没有定 如何执行 哪些人可以执行 但是在大宪章里面 你详细看这些条文 继续都有 一到执行面 就全部讲清楚 找什么人 哪些人合资格 可以去做 找多少个人坐着 万一有人 不行 有人来不了 或者有人出事 怎么解释 全部都写得清清楚楚 这样的话 其实一个大宪章 在古代那种 的环境下 这份大宪章 真的称得是 宪法文件 已经是 因为他基本上定了边界 有 定义 定义好 每一个人的身份 然后又定义好 每一个人的边界在哪里 到了法律运作的边界 财产的边界 呃 呃 乃 每一个人的边界在哪里 全部定义好 然后这个社会应该怎样 大概是怎样应该操作 那个规则是怎样 你看到好像很琐碎 有些东西 又讲财产 又讲分价 又讲森林 又讲愚祸 又讲生意 这些 编次宪法 宪法应该是 很高大上 但是你不要忘记 那个是什么年代 1215年 不是1725年 或者17多年 你记住 是1215年 那个年代的生活就是封建经济的生活 是封建社会 在这样的生活下 能够订得出这样的文件 已经是很不简单 基本上已经跨好了 这个就是 大宪章 我觉得最大的特点 而这个特点 也有这几个特点 加上一个很大的重要性 接着就是 什么重要性呢 两样东西 第一 那个条文本身老实说 大宪章 阿John这条南园 不用几个月 那头就撕毁了 根本就不承认 于是乎又继续打架 即是继续吵架 但是接着 阿John上去平乱的时候 抱歉 他真的不幸 无端端中了理疾 肚子都不承认 肚子都不承认 然后就承认了 真的是肚子都不承认了 肚子都不承认了 别笑 古代 如果肚子都不承认了 肚子都不承认了 一个不承认 吃东西不准净 或者是 吃了海鲜 有磕鸟病菌 不知道什么叫磕鸟 只知道他一直在承认 你承认了 一拖下去 不用兩三天一命污膚 這樣就拖了 他好像沒那麼短 他也拖了長一點時間 但是天天拖 流失電解質 那個年代的人又不懂 亦沒有盤離西林 亦沒有 不能吊針 打點滴 亦沒有這些 沒有吊針來幫你吊著鹽水 沒有生命支持系統在這裏 當然是不能死 救回山 拖了 之後國王力任 當然有踐踏的人 亦有跟的人 但是重點就是 雖然國王一夜撕毀了 但是大憲章因為他那種 帶著一種普及性 而且最重要是他一說就給了所有人 如果有這個普及性的話 所有人就會說不是 有規矩有邊界 雖然平日未必拿來說 但是 但是到有需要的時間 自然就會拿出來 而這個文件當年是 你皇室人員簽了在那裏 不對你抵賴 你不能不承認 雖然你可以反抬 你用你的暴力反抬 但是你沒有合法性 所有人都會不服你 這件事也變成了 但是 在承認 倒過來 在承認 承認 持拳的那些人 不是 你記住 永遠有眼睛看著你 你不要忘記 你不要以為你在人 之上 你是在人之中 這個可以說是 大憲章的雖然即場未必有效果 但是他的長遠的效果就是因為他定得夠剛剛好 他說了剛才那幾項重要的事 變成了 以後我邊界邊界可以延伸 你可以是有型資產也是沒有型資產 只要以後日後國會立法 只要多加一些法令 一個一個法案放下去 一路踏上去 自然就可以與時並進 可以框到一個 合乎時代要求的憲法 或者叫根據 那個規矩出來 而馬尼卡塔的精神已經影響到了 他不需要用 直接條文去講講講講講 什麼叫自由 什麼叫什麼不需要講這些 不需要搞像數學 而是 整份文件本身你就已經看到那個精神 然後在這個精神裏面 每個時代不同的話 根據這個精神我再定立一條獨特 一條適應當時的法案出來 那你好像1689年權利法案 17幾多年我拿了那些法案 一個一個法案踏上去 那就形成了一個現代的憲政政府出來 所以大憲章在短時間內 經常被國王撕毀不用 但是在長時間內 實際上他的那種適應性的範圍 令精神本身包含了幾個重要元素 而令到他可以成為一個 幾百年不須的 法律文件 同時我覺得有一點更加重要 最重要的大憲章 大憲章與其說 大憲章定了英國人以後做事的方向 還不如說 大憲章 反映了當時人的需求 也就是說 不是有大憲章的人才懂得要畫邊界 而是在大憲章之前的人心中已經有了邊界 我已經很清楚 你國王的權利去到哪 而這個也要回到最初的設定 這個帝國的設定本來就是如此特質 是一個幾個不同的社區混合一堆的東西 而這幾個社區本身有文化不同 習慣不同 利益都不完全一致 怎樣把它混合一堆 而又不可以只用暴力呢 於是乎那麼早就已經逼出他們要講清邊界 根據規矩做事 如果你不做到這樣 你就不用只意達到你任何的政治目標 在這種情況下 所以當英國第一代開始 1066年 去到1215年 那百多年 85年左右的時間 已經令到一堆人 已經完全明白有規矩有邊界 每一個 皇后也好 皇后張商 普通市民 都已經有了這個意識 這個文件是反映著這個意識 是這個意識的結晶品 而不是他帶領 而是人們 都已經有了這個意識 而這個文件就是 有了這個文件 連國王也要認了之後 這是一個記憶 這個記憶上了cloud 上了雲端 以後你任何國王 和你整個OS出來 如果你的OS亂來 隨時那些人就會在cloud 找回這個文件 一下子就叫停了你的OS 等你 輕機 然後國王如果聰明的話 就會發覺 喂不是 我與其和這個cloud作對 不如 我和你們合作 我寧可找一些法學專家 找些什麼幫我解釋到 對我也有利 但既然要這樣做就一定有妥協 所以英國國王後面那一大堆 只要懂得玩這個遊戲的 就像愛德華一世 愛德華三世 死火了 然後那個是 威廉 三世還是四世 然後就落到亨利七世那一堆 還有當然 最第一代的士頭婆 伊麗莎白一世 不是我們這位剛剛過世的士頭婆 而是 最早的士頭婆 伊麗莎白一世 全部都是懂得玩這個遊戲 他們很清楚知道 他們管治這個國家 不是在人之上去管理 不是作為神的方式去管理 甚至不是半神人的方式去管理 他們作為人民之中 的皇室來管理 所以 王是在通過議會來管理 王是通過憲法來管理 我是在議會之中 而不是議會之上 又不是議會之下 而是議會之中來管理 我和你們一起 去管理這個地方 是共治的 這個設定 如果你懂得玩這個設定 而反而是利用 他們之間的利益的矛盾 衝突 裡面去找 適合自己的東西 你懂得做這種 這種政治遊戲的話 OK 你就行 你就是英明君主 但是你不懂的話 像Charles I 又是一個喜歡強行突破的人 結果就被議會做低了 James II 又是想強行突破 結果就搞了光榮革命出來給人 結果放逐了他 所以 在這些規矩之下 大憲章是最早的記憶 比自由憲更早 因為大憲章寫得清 現在自由憲章是沒那麼清 大憲章就在這些位置 所以每一代都可以叫來應用 只需要將他一些解釋 Ellaborate的話 就立即可以吸入現在的情況 然後根據這種精神 我可以寫一個新的法案 叫國會過去 就是這樣令到英國可以走上憲政之路 而這個深深引入在英國人之中 包括國王 連國王都會學習一課 同議會合作才對你有好處 例如同議會合作 你可以有機會達到你的目標 當然你要付出 這個世界沒有東西不用付出 但是 合理 你要達到目的 你不付出的話 這個世界哪有那麼好處 在這種的尊重 互相尊重之下 慢慢慢慢回行到今天這個地步 當然要隨時代演變 而大憲章的重要性就是 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最後只剩下10分鐘不到 討論一下一些感想 最後這10分鐘 所謂的感想或者隨想 其實 John本人的評價 或者John那個時代 除了是John本人 約翰本人自己的一些性格缺陷 某程度上他也是一個悲劇 這個悲劇是什麼呢 他剛剛好就是一個過渡時代 實際上英國 的複雜政治 令到英國的政治 很早就向著現代方向邁進 他成熟得很早 其實他不是說 我們經常說英國可以不流血革命 當年1689年 但是這個不流血革命 其實是要靠之前那四五百年不斷地流血 不斷地去鬥爭 有鬥爭也有妥協 也不是死得人少的 英法八年戰爭死得人少嗎 玫瑰戰爭那三十年死得人少嗎 而且死的不只是貴族平民也死不少 那段時間 接著到了亨利七世 到了亨利八世 那時候國內才開始叫穩定 但是當都督王朝一斷了之後 查理一世結果搞到內戰 克倫威爾殺人少嗎 英國僅有的共和時代 克倫威爾也殺不少人 其實也挺厲害的 而且在克倫威爾的統治之下 那種這樣的生活 屌威爾 氣又沒得看 酒又沒得喝 連酒吧也沒了 即是社交場合也沒了 你的社交場合是什麼呢 就是教堂 大哥 教堂還要是清教徒式的教堂 會堂 不可以叫教堂 其實會堂 沒有社交的 那時候是很黑暗的 不是黑暗 很黑色的生活 因為那時候連清教徒 連穿什麼衣服都規定了 什麼顏色都規定了 每樣樣規定了 真的是一個 跟清零宗也有得比的那種生活 你自己想想 困住你 那樣又有規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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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清教徒式的生活 很黑苦 你一定很喜歡上班 然後經歷過這樣才再復辟 查理二世復辟 但是到James II才不聰明 還想學習他爺 Charles I的那套東西 結果就搞了別人乾榮革命 幸好是因為經歷過克倫威爾的事情 說了Republic 不要搞了 我怕了你 你不要搞Republic 都是有皇朝 總之國王作為一個中介人 你是一個mediator mediate國方 代表這個國家的精神象徵 用你的行為 你的deed 你的身教 去告訴我們國民 是一回什麼事 所以John只可以說是不幸運 其實某程度上 如果他不是一個國王 如果他是一個平民出身 然後由國王任命一個administrator 而且肯定一個時代 不是在封建早期 而是已經去到Elizabeth的年代 可能他是一個挺有能力的administrator 作為一個行政人員 他也有些想法 但是他不正確的時代 亦都在不正確的地方 如果他這種做法 拿到中國 他可以是一個很成功的學利 很成功地幫皇上 去掌握民間的學利 但是 如果撞政英明的皇上 他就不是學利 而是能力 如果撞政一個不英明的皇上 就變成學利 很可惜他自己就是皇上 而他 既是時代悲劇 而他的最大悲劇 就是他沒有留意到 一件很吊詭的 就是技術和經濟的發展 當技術和經濟的發展 令民間 特別是城市的商業 越來越興旺 城市商業和手工業 不可以只是商業 商業只是做買賣 都 造就不了一個特殊的社會 但是一個 有手工業 有商業興起的地方 然後 還要做大量的研究 有法理的工作 有法理工作 就要有大量做法律的人員 而因此甚至大學也興旺了 這三樣東西 城市的 城市興起 大學興起 商業和手工業的興旺 這些東西令民間的實力越來越強 變成 你阿John 假設不只是阿John 而是任何一個英國國王 你想坐得穩的位置 就要跟民間協助 你就不能夠兜過民間 而民間越來越有籌碼 去談判 所以英國很早就變成了一個峰合國家 不是一種邏輯走通 不是單靠國王的暴力 和權力可以走通 而是需要 民間的商業力量 情報力量 甚至就是技術力量 如果沒有技術力量貢獻給你的話 你幾乎打仗都沒有用 你有技術力量下來 我有新式的工程武器 我有更好的規格 甚至我開始有熱武器 你才有能力打破城堡的封鎖 才可以打贏你的封建貴族 因為他沒有再用城堡來守住 自己的領土 你國王才可以最終 實現到王權 但是你越想實現王權 對於城市階級 或者舊式的貴族老爺 他也害怕 害怕他們就會走在一起 因為你有機會用暴力完全超過我們 就會儘量牽制住你 平衡你 或者我不給你錢 或者我不給你錢 等到關鍵時刻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這個軍隊就變成假的 一假的你就玩完了 你就不用打下去這場仗 然後這個國王就被人蓋了棋 或者就算不蓋棋也好 變成一個弱勢國王 然後豬頭就可以不理你 逼著你就要乖乖地聽話 這個是英國的 可以說是 除了一個人自己的問題之外 其實更加重要是社會的變遷 當社會一直發展到 沒有民間經濟 你又強不了 有民間經濟你一定要妥協 這樣就變成了社會夠強 當社會夠強就不再怕你暴力集團亂來 所以可以說其實去到底就是考驗你的社會去到什麼地步 而社會強不強最終就變成了什麼呢 所謂Politic 或者Republic這兩個字 一個紙巾是從希臘過來的 一個紙巾是從拉丁過來的 Politic 這個是希臘紙巾來的 而他的意思其實就是所謂眾人之士 而Republic 這個字來自拉丁的 Raspublica 其實就是公共利益 這兩樣東西都說明了 英國政府 或者英國 應該說英國社會 其實到了1215年已經摸到了一件事 就是重新認識到政府社會之類的公共性質 不是屬於你貴族老爺的私產 不是你國王的私產 一個社會就是一個公共的社會 是大家都有份的 這個社會 利益是大家有份的 但是 又是不是完全沒有邊界呢 不是 在邊界之內是你私人的利益 但是沒有畫到邊界的公共利益 而那些東西 大家要有每一個 邊界跟邊界之間 都要有規矩 英國於是 在1215年這一次的結晶品大憲章 可以說完全反映了英國的社會 也可以說已經可以斷定英國社會跟著後面走的方向 也看得到的就是所有 的統治階層 當你明白到這個道理 你就會一帆風順 你就會有辦法統治 但是當然不是予取予攜 是你會順風順水 但是不是予取予攜 不是說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但是你肯合作肯妥協 OK 大家就一致 去過得生活好 甚至你要擴張的 計過條數 值得擴張的 去擴張 但是也不是去 歐陸那裡打仗 你的擴張是要不是符合 只是符合你 君主的利益 也要符合貴族老爺 符合城市商人 城市的居民 甚至符合 鄉郊裏面的自由人 那些有自己土地的人 你要符合他們的利益 甚至到將來社會越來越進步 乃至到無產者 都要 無產者 婦女 都要有他們的權益 就是這樣一步步演變擴張 這就是我覺得 這一段歷史 由John上來到 1215年大憲章出現 那個的意義 而這個意義就是反映了英國社會 社會本身的強大 也是社會強大才能造就現代的商業社會 今天夠長了 一個半小時 多謝大家收聽 歡迎大家留言 和分享 記得按鈴鐺 還有 訂閱 按鈴鐺 下個禮拜 歷史隨想 繼續有下去 但是我可能會休息兩三個禮拜 因為要準備大憲章 這次我都挺累的 其實都要挺認真的 有些事情 不可以太隨便 不可以好像以往 這次錄我都是分段錄 因為一口氣知道長 分段錄的話 我都可以容易分段 讓大家容易聽一點 也不用下一次 從頭聽到下尾 你喜歡的話可以中間 哪個有興趣就抽你一些段錄 不可以用來聽 方便大家 接下來這兩個禮拜我會跟回一些時事 或者財經的東西 歷史隨想要放多 兩三個禮拜 甚至可能一個月後 會有另一批 可以說來到這裏 英格蘭系列未完 但來到這裏就是 第一部分的總結 終於看到了英國的社會邏輯 下一部分開始 接著我們就可以一棍 飛機飛得很快 可以很快飛到近刀鎖 就是絕對專制君主出現的時間 還有 英格蘭的所謂絕對君主 是一件什麼事 跟法蘭西 跟特爾曼地區都完全不同 還有可以看看 英國的宗教改革 英國的啟蒙 宗教改革 那些時期 其實在歐洲大陸有的 英國也有的 而且英國走得更早 也更加 不聲不聲地做 始終就是跟我們 1215年這一段總結出來的邏輯 這樣的玩法 就算 他們的打內戰 都遠遠不會及得上歐洲大陸的激烈 到時我們可以再審視一下邏輯 那好 今天先說到這裡 遲些再談 拜拜